在HP SmartTank 500和600打印机系列上放入纸张和打印校准页 拆箱取出打印机后,填充墨槽并安装打印头 抬起进纸盘,然后将纸张导板滑到最外侧位置 将普通白纸放入进纸盘,然后调整导板,使其紧贴纸张 在触摸屏型号上,轻触确定 在非触摸屏型号上,控制面板上显示A并打印校准页 抬起扫描仪盖板 将校准页打印面朝下放在扫描仪玻璃上左上角 然后合上盖板 轻触扫描或按开始复印黑白按钮校准打印机 在校准过程开始后的几分钟内 听到打印机发出声音是正常现象 在接触屏型号上,显示校准成功消息 轻触确定 取出并回收校准页 通过在您的移动设备或计算机上访问 123.hp.com完成对SmartTank打印机的设置 103.hp.com